肥质百科 原来你是这样的 辣椒 你知道咱们中国人最爱吃的蔬菜是什么吗 是辣椒 是不是很惊讶 好呀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执行会长2017年透露 辣椒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蔬菜产业 每年甚至超过700亿元的产食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辣椒为啥会有这么多粉丝呢 咱们来从头讲起 辣椒最早生长在中南美洲 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 在秘鲁和墨西哥的史前遗迹中 就有了辣椒的终极 换句话说 人们连写字都不会的时候 就懂了怎么吃辣椒 顺带一提 辣椒属于茄科 耶 亲戚朋友们也都居好吃 什么马铃薯 酸辣土豆丝 茄子 蚝油炒茄子 枸杞 我好吃吗 言归正传 那么这种好吃的作物 又是怎么传遍世界各地的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他就是 哥伦布 五百多年前 哥伦布出发横跃大西洋 我要去印度 可惜他最终没有达到印度 倒是发现了新大陆 当时的欧洲人对香辛料很感兴趣 于是辣椒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在回程的时候 哥伦布就带上了辣椒 够回欧洲 登陆欧洲后 辣椒很快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耶 一方面 它好重不娇贵 不论是庭园菜园 甚至是花盆都可以重 另外一方面 它不但有着可口的辛辣味 还有药用价值 当时就有人在书里记载 辣椒能温暖身体 还能让人心情愉快 这么优秀又稀罕的外国货 自然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 守夸人 守八五 于是辣椒最终 就随着欧洲商人的贸易 走向了世界各个角落 当然其中就包含中国 这一点也印证在辣椒的名字上 在传入中国后 辣椒被称为番椒 这就和番茄番薯番子一样 表示是外地人 哪里边多香啊 在此后短短的四百多年间 辣椒迅速超过其他本土辣 成了最深欢迎的蔬菜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喜欢辣椒呢 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痛上瘾了 有科学家研究发现 辣椒中含有一种叫辣椒素的物质 它并不会激活味蕾 所以没有自己的味道 但是呢 辣椒素可以产生一种灼热的痛感 我们人体感觉到痛的时候 身体为了安慰我们 就会分泌一种叫内非钛的物质 这种物质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快乐和幸福 所以简单来讲 吃辣就是痛并快乐着 太刺激了 另外还有科学家做了这么个实验 他们将辣椒素加入糖水和盐水中 给志愿者品尝 结果发现 加过辣椒素的糖水和盐水 尝起来味道更强烈 换句话说 辣菜吃起来可能更带劲 所以你看咱们大天朝 什么麻辣烫 毛血旺 水煮牛肉 麻婆豆腐 从美洲到欧洲再到中国 辣椒充分展现了自己的魅力 快臣服于我 征服了世界 也获得了华夏人民的喜爱 不过要说国民蔬菜 有另一种蔬菜 已经陪伴了我们超过六千年 它是谁呢 下一回我们来讲一讲白菜的故事 要记得来看哦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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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